大家好,我是Solo官,一名口气清新的优秀博主 不知道大家看奥运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位高龄女性运动员 她已经46岁了,这是她第八次参加奥运会 每个人都希望她在东京续写世界体坛的传奇故事 但这一次幸运的天平没有再偏向这位妈妈级选手 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东京的她只不资格赛 这就因为着她的奥运会生涯结束了 没错,她就是体操界的传奇人物,丘索伟金娜 体操广力没有多少观众,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场的裁判、志愿者、媒体工作者等纷纷起立鼓掌 向这位用一生诠释奥运精神的伟大运动员致敬 那一瞬间,Solo官被触动到了 在查询丘索伟金娜的过往经历之后 Solo官更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她 从巴塞罗纳奥运会到东京奥运会 身边的对手从与她年龄相仿 到如今与她儿子的年龄相仿 数十年的时间里 不变的是她对体操的从一而终的热爱与坚持 但是对这位体操运动员的敬意 Solo官很认真地了解了体操这项运动 更加惊呼,这一项运动真不是普通人可以参加的 体操是所有体操项目的总称 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等奥运项目 以及竞技健美操,技巧运动等非奥运会项目 我们先来说说竞技体操 这是一项在规定的器械上完成复杂协调的动作 并根据动作的分值和动作的难度 编排与完成情况等给予评分的运动 动作难度大,技术复杂,具有一定的精险性 男子体操全能项目就包括了自由体操 安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共6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体操全能项目中 对于金牌特主存在着很大争议 主要的争议来自于第四轮跳马的比赛中 乔本大辉和肖若藤均完成了难度分为5.6分的直体力松720度 但是乔本大辉落地时右脚踏出点外 而肖若藤落地稳扎,单脚出边线 最终两人的一分均为9.2分 均有0.1分的额外扣分 在单杠项目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肖若藤还因为向裁判之意被扣了0.3分 获得银牌 比赛结束后不久 有网友对裁判的判罚尺度提出了质疑 认为对乔本大辉明显的错误扣分太少 而对肖若藤扣分过多 以至于领先肖若藤0.4分 纷纷怒骂日本这枚金牌持暗箱操作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日本裁判究竟有没有黑判呢 结合国际铁联公开的乔本大辉打飞强情 搜罗官能给大家分析分析 裁判的扣分项目是否正确 搜罗官特意查了体操项目的扣分规则 根据国际铁联现行版规则 如果单腿出界 另一只腿界内扣0.1分 单脚出界多少距离都是扣0.1分 所以无论是像乔本大辉一样 踩出落地点之外 还是像肖若藤一样 金踩在边线上都只扣0.1分 如果乔本腿长 另一只脚出界能到观众席 还是扣0.1分 但如果双脚出界 或单脚出界一只手触地扣0.3分 且0.3分是出界的扣分最大只 乔本的情况就是脚跟在界内 一脚出了界 所以裁判员扣0.1分没有问题 反观肖若藤并未示意裁判 才是大错 比出界更严重 扣了0.3分 另外 搜罗官看过比赛的回放 又有了新的发现 肖若藤在比赛完 一直到没有致谢裁判后 选择重回赛场 向裁判补上致谢环节 而在他第二次上场的时候 脚上穿的竟然是拖鞋 根据比赛的详细规则来说 二次上台就要减掉0.3分 如果是穿着拖鞋登场的话 那么还要继续扣掉0.3分 这样一来 根据这两个学家来说的话 肖若藤总共需要扣出0.6分 当时肖若藤得到的是银牌 与第三名俄奥队的铜牌得主 仅相差了0.34分 如果真的追究此事的话 肖若藤恐怕将无缘奖牌 或者仅为铜牌 所以现在反过来看这件事的话 最可惜的或许就是俄奥队选手了 不过搜罗官在了解体操的比赛中 迷上了夺得男子调换金牌的 鞋面运动员刘洋 在刘洋调换夺金后 刘洋在调换上扭脖子动作的话题 很快在微博出圈 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一众网友纷纷转发 他在调换上扭脖子瞬间 脸上的鞋面表情 有人评价说 又拽又帅 狠狠地爱上了 有网友笑称 可恶被他撞到了 还有更多的网友发现 刘洋的表情 神似周星驰电影 酒品芝麻官中的经典角色 常威 玩起了电影中的台词梗 有网友说 我一进来就看见常威在调换 然后就拿了块金牌 就连国家委会2日 在推特上都发了张照片 并配文称 这张照片绝了 怎么会有人在调换上比赛的同时 还能看起来这么酷 评论区的外国网友也称赞道 他转头时的样子太棒了 有网友用表情包回复道 帅极了 看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 不仅业务能力突出 还十分有个性呀 粉身了 粉身了 不过这些竞技体操难度太高了 没有多年的训练是达不到的 酸乐观只能看着 做英雄旁边鼓掌的那个人了 我们日常接触的都是基本体操 动作和技术都比较简单 其主要目的 任务是强身健体 和培养良好的身体姿态 最常见的就是 支配我们整个青春的广播体操 怎么样 酸乐观是不是出动到你们的DNA了 没有什么比广播体操 更能唤醒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广播体操成了复古IP 频频出现在青春电影和快善中 还记得学生时代 每天的大课间 应该是大多数学生 最期待的欢乐一课吧 伴随着全球节奏感 最强的中文Rap 每个班机体都努力跳得整齐画一 每个班主任都在暗自较劲 而你却在盯着 最怕你的那批野马 一边混水摸鱼 一边心里 笑叉了气 广播体操对国人影响之深远 远不止童年记忆那么简单 现在广场舞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些大爷大妈 没准在中学时期 其广播体操记忆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了呢 单纯从健身的角度来讲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广播体操 真的有用吗 首先要说 有用 当然有用 广播体操的动作舒缓 适用于运动后的肌肉拉伸 以及久坐后的肌肉放松舒缓 但事实上 当你保持同样的姿势 坐上一整天 浑身酸痛 不管是坐操 还是出门溜带一圈 都是同样有用 真要指望广播体操 强身健体 增强国民体质 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说 指望广播体操 能够强身健体 就像指望太极拳 可以制服歹徒一样 是不切实际的 和气功 太极 眼保健操一样 广播体操仅仅是一种 受限于整体科学素养 和设施条件的锻炼方式 不过广播体操 比较容易上手 无需任何器材 还能和小伙伴一起回忆童年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做的是哪一套广播体操呢 即便现在 第N套广播体操已经过时 它还是会以新形式继续存在 比如集体跳段 社会摇啊 还有为防治各种职业病的 健身体操 简直就是已经成为 打光的solo官 必备的运动方式了 我们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 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 容易患上职业病 像颈椎病等都是常见的疾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下面solo官就教大家 几个办公室健身操动作 首先 每次做各项训练动作前 先自然站立 双目平视 双脚略分开 与肩痛宽 双手自然下垂 全身放松 前腹后仰 双手插腰 先抬头后仰 同时吸气 双眼望天 停留片刻 然后缓慢向前胸部低头 同时呼气 双眼看地 做此动作时 要闭口 使下盒尽量贴紧前胸 停留片刻后 再上下反复做四次 举臂转身 先举右臂 身体慢慢转向左侧 停留片刻 身体重心向前倾 然后身体再转向右后侧 旋转时要慢慢吸气 回转时慢慢呼气 转动紧 腰部时 要尽量转到不能转位置 停留片刻 再换左臂 来回反复做两次 左右旋转 双手插腰 先将头部 缓慢转向左侧 同时吸气于胸 让右侧颈部 伸直后停留片刻 再缓慢转向左侧 同时呼气 让左边颈部 伸直后停留片刻 这样反复交替做四次 以上三个动作 非常适合在办公室练习哦 如果担心同时异样的打量 那就拉上同时一起做运动吧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不知道你们是学会了 还是学飞了呢